第六十八集 大则山的东华尚军 里经尚古 在仙界威望极高 但这小老儿活了几万年 也有不少的怪癖 不惜热闹便是其中一件 自从两百年前的寿宴之后 他就鲜少出现在人前 这一次还是他做下首途 贤善先君 重立大劫 仅为上君 他一高兴便应成了一众徒儿 举办这次寿宴的事 但只要一想到 两百年前那次不甚平坦的演会 这个几万岁高龄的小老儿 总是会唏嘘极声 当年的座商客 紫园先君 早已在凡间历经几世 受尽轮回之苦 二皇子景见 助手罗刹帝百年 看为一方将神 景昭公主掌管苍穹之境 贵不可言 而当初一步也不曾踏入过 大则先底的后池上神 更是觉醒为上古真神 白居过戏 物是人非 说的便是如此 他这个糟老头子几万年的日子 还不如三界百年的变化 来得精彩分成 近一月来 首颜越发临近 东华上君的感慨便越是多 师尊 昨日景昭公主的侍女来了一趟 说明日天后会和景昭公主一起前来拜寿 让您老人家做好营嫁准备 东华上君在后山空中边上吊着根野草打坐 二弟子贤竹在仙底里半赏寻不到人 想到此地这才匆匆的赶来 哎 妖兽啊 老头子过个寿宴还得赢家 我就跟你们说了 别弄什么寿宴 这不 麻烦来了吧 东华上君叹了口气 拍拍膝上的尘土 本就皱巴巴的脸看起来越发的苦大仇深 师尊 此话何也 天后亲自前来为您祝寿 新建哪个县君会有您这份荣光 更何况请昭公主如今身份更是不同寻常 东华上君摆摆手 见徒弟一脸疑惑 苦笑道 天家素来开场就大 更何况还是天后出行 你明日且等着看吧 十万凤家总是少不了的 而且不管怎么说 如今白绝真神又闭着妖精 我仙族和妖族开战百年 仇怨极深 今朝公主虽身份尊贵 可到底还是会引得一些不满 贤主听的此话也颇为赞同 但见东华上君引带愁容便安慰道 师尊无需多虑 天后身份尊贵 听之定人不久 谁警昭公主 代表苍穹之境前来 诸位仙友想必能够谅解 您只管做好明日的寿星宫就是了 见东华上君身色泱泱 仙竹懂眼色的行了一礼 退了下去 走了几步 突然想起一事 回头问道 师尊 今年上山的阶梯 是否还如往您一般 用心力打点打点 自两百年前的寿宴后 东华上君每年都会下令 在他的寿臣的前一日 将大则善的石梯修弃一番 数百年来从未间断 这么一说 刚才还闷闷不乐的老头子 立马来了精神 大手一挥道 当然要 这可是老头子我当年 应允了后取圣人的 你只管暗网您一样就是 仙竹低应了一声 按道 师尊老顽童 领命而去 唉 也不知道这百年来 对和打得深的灵气 降了不少啊 东华上君重新扒了根野草 朝一旁的空肿看了一眼 嘀咕了一句继续打坐 青池宫这边 尚姑抱着拽着他一脚不撒手的阿琪 正在后山里打转 姑姑 不对不对 并不吃这虫子 尚姑拿着根木棍 上面有几只小虫子 可劲的折腾 阿琪嫌弃的看了一眼 立马摆手 不屑一顾 阿琪 碧波是水凝神兽 只需要以灵药喂养就可 不需要吃什么虫子 上姑掰过了阿琪 昂在后面的小脑袋 不遗余力的耐心教育 碧波飞在二人不远处 不停的点着头 看着木棍上的虫子一脸的惨白 碧波不是鸟吗 鸟不就是要吃虫子吗 我以前找的那些白白嫩嫩的虫子 它都吃了 阿琪挠了挠头 朝上姑看去 眼底满满的写着 快夸我吧 快夸我吧 的小骄傲 听见这话 上姑狐疑的朝碧波看去 举了举手上的木棍 神情里就有了思不可思议 碧波 你喜欢这玩意儿 阿琪你还说 明明是你比我吃的 在上姑匪夷所思的目光下 一旁憋屈得说不出话的碧波 终于爆发 扭着肥胖的身子在空中 鼓乱的转圈 尖利的嗓音穿透了喉山 一下子惊走了不少的鸟儿 阿炳憋憋嘴 一把抱住了上姑的脖子 扭了扭小身子 嚷道 姑姑 别听他说 明明是他喜欢吃的 上姑被这两个家伙 折腾得啼笑皆非 拍了拍阿琪的脑袋 笑道 好了阿琪 你是个小男子汉 怎么还这么喜欢撒娇啊 阿琪抱着他 哼哼了两声 把头扶在他肩上 每隔一会儿便睡着了 上姑唤了闭波一声 朝前殿走去 路上正好遇到了 处理完琐事的凤然 便邀了他一起回清风院 凤然跟在他身后 深情倒是比前几日 刚见上姑时轻松了不少 他性子本就大大咧咧 为别之分一向看得不重 更何况和阿琪相处了几日 上姑刚苏醒时的那股子 冷清和漠然淡了很多 只是他终究是上姑真神 凤然可以尊重 但却再也无法 想对待后池那般 亲尽随意 神君 不知道你有何事要问 凤然候在室外 等上姑把阿琪安排妥当出来后 才攻声问道 听见凤然的称呼 上姑靠在了软榻上 叹了他一眼 倒也没有如上次那般 特意的纠正 道 天启没在青池宫 天启神君有事外出了 问你也一样 当初我觉醒之时 古地剑是否是银白之色 凤然心底打了个秃 众人抬头朝上看去 道 神君可是记起了 百年前之事 上姑惊讶于他的师太 摇摇头 古地剑乃是我用混沌之力 锻造百年才成 经银白风化漠黑 百年前 我觉醒时神力不稳 定然无法将他完全唤醒 自然只会是银白之色 凤然想起刚才的师太 眼底的惊喜 慢慢退却 尴尬道 夏君不知此事 还请神君 无事这不重要 我只是想问一问你 你可知当年古地剑 是从夏界何处而来 听天启说 古地剑是在他觉醒之日 突然出现的 那这几万年来 自然有存世之处 古地剑中蕴含的混沌之力 浑厚无比 也许那地方遗留的神力 可以让他早日恢复全圣知识 开启上古剑 凤然这才明白 上古提及古地剑的原因 打道 我听天启神君提过 古地剑以前埋在大泽山下空中之中 大泽山 上古挑了挑眉 表示疑惑 是东华上军的洞府之处 在东海之宾 两百年前 我和你 凤然顿了顿 猜到 和神君 曾一同为东华上军 祝过寿 上古也知道 凤然说的是后池 点点头 表示 知道了 凤然知道 他已经吻完 行了个礼 正准备退出去 淡淡的声音 却自身后传来 凤然 你张扬霸道本是天性 若是在我面前 服服帖帖 成黄成恐 反倒失了本心 我看着眼泪 以后还是不要拘谨了 凤然顿了顿 他实在是不知 为何 上古会在这个问题上 如此的执拗 所以转身摊了摊手 神经有些无可奈何 道 神君 不是我放不开 只不过你是上古真神 我只是一只后骨的 小凤凰而已 咱俩的差距 恐怕用擎天柱 也量不出来 这点自知尽明 我还是有的 后骨的小凤凰 上古饶有兴致的 打量着凤然 突然道 凤然 你可知为何 当初凤凰一族 会将你驱逐 凤然 见上古盘着腿 撑着下巴 一眨不眨的盯着他 那样子 十足像是盯着 真凶美味一般 浑身打了个机力 道 我次有气一起 便在院灵巢子中 有妖术抚养 并不知道原因 不过后来 我曾悄悄回过凤凰一族的栖息地 问过一些族人 他们说我将士时 火云瞒天 被族长视为不祥之兆 乃邪恶之身 所以才会 凤凰一族的族长 云泽那个老家伙 是这么说的 上古挑了挑眉 神情颇为诧异 眉角皱起 云泽老族长 在昏迪之节到来时 就陨落了 现在的族长 是天后无患 凤然摇了摇头道 是无患 上古朝凤然看去 有些明了 但少后才道 凤然 上古诸神私执天命 与天地同生的神兽 一般也各有异能 白绝的火麒麟红日 和天启的上古莽翁子寒 皆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神兽 至于智阳 他私执大帝 故坐下神兽 是一只万年玄规 乃玄武一族的王者 见上古开始讲解 四大真神坐下的神兽 凤然虽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也明白了上古 话中对那四只神兽 毫不掩饰的赞扬之意 想起天后的德性 他突然道 我凤凰一族的老族长 不是尚在 神君你怎么选了天后 为坐下神兽 难道是早就看出来 他将来有一日 会成为我凤凰一族的王者 上古打亮了凤然一言 慢悠悠的 凤凰一族的皇者 承我父神之令 唯我坐下神兽 倒是不假 不过当初 凤凰一族的皇者 并未降生 还只是一颗蛋 云泽便让我 先随便择一人在身边 我见患无听话懂事 便带他回了昭圣殿 凤然神情恶然 见上古看他的眼神 越发的古怪 心里有些发虚 道 你是说天后无患 并非我凤凰一族的皇者 那是当然 五彩凤凰虽少见 但在修炼神力上 却并非拔尖之姿 若以他的神力 也能为皇者 那你凤凰一族 又怎可占上古神兽 凹头千万载 那真倒霉 自老族长死后 天后是族人中 修炼最高者 我族皇者既然未出事 他当族长也是理所当然 凤然怂怂肩 道 谁说凤凰一族的皇者 没出事 上古慢悠悠的 把凤然从头到脚的 看了一遍 半晌后 颇为意犹未尽的 眯着眼 道 凤然 火凤凰拥有 涅槃永生之力 乃凤凰一族的皇者 每一代的火凤凰 自愿放弃永生后 新一代的皇者 要十万年才会降生 不过 此事只有我和云泽知道 你们族人并不知晓此事 所以当初你降生后 他们才会把你遗弃在渊林沼泽 上古抬眼 眉角焕然 见凤然睁大眼 脸上色彩分成 心情已失变得极好 她站起身 走到凤然的面前 伸手挽过她长脊腰间的 血红长发 行了个鼓里 看着凤然扬眉轻笑 你好 十万年不见了 我的神兽 谢谢大家